魏无羡,大中午的你洗什么澡啊? 江城真的很不理解他最近的行为,早出晚归不说,还常常对着手机傻笑。 他甚至都想带着魏无羡去看看精神科,万一真有什么问题,早治疗早解决吗? 魏无羡擦着头,穿着半袖大裤衩从屋子里走了出来,我下午要去游乐场。 游乐场? 江城直接从床上蹦下来,你怎么没提前和我说啊,我这也得收拾一下,换身新衣服,正好带学生证去,还能打折。 魏无羡一脸尴尬地拉住了要去找衣服的江城,解释道,不是和你去。 江城道,你又要和你社团的人去啊,没事,我可以跟着,我听说A市的游乐场全国出名,那个过山车可是国内最高的一个, 从上面俯冲下来,不知道多爽。 魏无羡躲过江城的视线,也不是和社团的人去。 江城道,没事,你兄弟就是我兄弟,我不怕胜。 魏无羡善善善开口道,蓝老师,你也不怕吗? 蓝忘记,你和他去。 江城的声音差点把魏无羡的耳膜都要震破了, 先是惊讶,后是错愕,最后还是带着有点不解家气氛道,你怎么样和他去? 不对,你什么时候和他那么熟了? 你俩不会真和论坛里一样,在一起了吧? 魏无羡松开江城的胳膊,转身走回床边,没有,你说什么呢? 江城道,那为什么是你俩去? 魏无羡解释道,他买了两张票,就邀请我了。 江城走到他面前,一副老母亲的样子,他为什么邀请你? 还能为什么? 当然是为了追老子。 哎呀,我和他平时干事干得比较多,他也没对象,我就陪着去了。 江城再三问道,真没一腿。 魏无羡看着他的眼睛,真没一腿。 江城盯着他看了几秒,而后相信般地躺倒在床上, 好吧,相信你了,你俩早点回来。 魏无羡松了口气,从衣柜里掏出一身新的衣服,好嘞。 等魏无羡到达宿舍楼下的时候,正好遇到了蓝忘机,和乡亲那天见面差不多的装扮。 活像二十出头的阳光少男,虽然他本身年纪就不大, 可在魏无羡这里还是占了五岁的便宜。 蓝站? 久等了。 蓝忘机替他打开车门,没有,我也刚到。 魏无羡和蓝忘机穿得差不多的休闲衣服,脖子上还挂了个偏酷风格的项链。 那我们走吧,去晚了人多。 蓝忘机点点头,好。 魏无羡上了车,一眼就看到了车座位上放的门票。 蓝站,你这么快就买到票了呀。 我还带了学生证,以为可以便宜一些呢。 蓝忘机道,前天就买了。 前天? 那不就是和我约好游乐园的那天吗? 所以,你是先斩后奏。 蓝忘机纠正道,是未雨绸缪。 魏无羡倾笑一声,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偷换概念。 蓝忘机道,实言相告。 魏无羡垂眸,看着两张游乐园的票,掏出手机,咔嚓拍了一张照片。 蓝站,咱俩也拍一张吧。 魏无羡拿起手机,找着角度,蓝忘机开车不方便,但头还是微微侧过来了一点。 魏无羡按下了拍照键,看着自己那张笑得灿烂的脸,以及身后蓝忘机目光柔和的表情,心中一动。 手机灵活地点了几下,他和蓝忘机的聊天背景就换成了这张十分扬眼的照片。 从海盗船上下来的时候,魏无羡整个人都是晕的,强撑着才没有吐出来。 魏英,还好吗? 魏无羡看了一眼毫无波澜的蓝忘机,强撑着面子道,没事没事,区区海盗船而已。 魏无羡这么说着,结果一脚就踩空了楼梯,要不是有蓝忘机扶着,可能现在已经摔了个狗吃石。 真的没事吗? 魏英。 魏无羡抬头看过去,脑袋里晕呼呼地像被人用棍子搅了一番似的。 于是乎,他决定不再逞强,手勾住蓝忘机的胳膊,身子也向那边倾斜借力。 算了,蓝湛,你还是扶我一下吧,真的有点晕。 蓝忘机点点头,扶着他在一个椅子上坐下,而后赶紧跑到最近的小店买了一瓶冰饮料过来。 压一压,魏无羡接过冰饮料,猛灌了几口,这才感觉身体里的不适和胃里的翻滚感下去了几分。 蓝湛,你是第一次玩这个吗? 蓝忘机恩了一声。 那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? 魏无羡大大的眼睛中满是不理解。 蓝忘机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,沉默了许久后才道了一声,可能分人吧。 魏无羡沉默许久,最后只能以一声叹息结束。 魏英,好点了吗? 魏无羡脑子中还是有些不清醒,我们再逛一逛吧,休息一下, 要不我怕我玩一半土上面,会来一个仙女散花。 蓝忘机差点没被这生动的形容痘的笑出来。 魏无羡和蓝忘机穿梭在来来往往的人影之中,忽然路边有个色彩斑斓的东西吸引了她的视线。 气球,是动漫的小气球,魏无羡看上了一个小兔子的气球,哪怕已经掠过了摊子,脑海中都是挥之不去的影子。 喜欢? 喜欢?身旁传来了淡淡的询问,魏无羡问道,什么? 蓝忘机停下脚步,指了指身后卖气球的大叔,喜欢气球。 喜,魏无羡刚想回复,就想起来自己已经不是六七岁的孩子,而是已经成年的大学生了。 一个男生在拿着一个兔子,气球多幼稚啊。 还好,我们走吧,去玩下一个项目。 魏无羡往前走了几步,却发现蓝忘机并没有动,反而是转身走到了大叔的面前。 不知道低声和那个叔叔说了什么,那个叔叔脸上便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 而后,把手中的一大堆系着气球的绳子送到了蓝忘机手里。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牵着一群飘动的气球时,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 蓝战,你这是蓝忘机道,不知道你喜欢哪个,便全买了。 哈? 魏无羡有些不可思议,旁边投射过来的打探目光越来越多。 魏无羡从那人手中拿走了那只小兔子的气球。 而后有些不好意思道,就这个就行,其他的你还给叔叔吧。 不用买这么多的。 蓝忘机道,你喜欢可以买。 魏无羡解释道,拿着玩不方便。 如此说,蓝忘机才明白了他的意思。 除了魏无羡剩下的那只,他都原封不动地把气球还给了大叔, 但并没有要大叔要退回来的钱。 您看着谁需要,或送或卖都随您。 那大叔笑笑,谢谢你啊小伙子。 不用。 魏无羡看着远处交涉的蓝忘机,手中的气球随风飘动, 那人举手投足间牵动着他的心弦。 好久都没有人因为自己的任性而宠惯着自己了。 小时候,因为长时间都住在江城家, 虽然那家人对自己还算不错, 但毕竟是其他人的屋檐下,或多或少都要有些分寸和收敛。 好久年的人,不久